其实想利用这个疫情去做一些事情 甚至说挣一些钱的人应该是不在少数的 那不只是挣钱 可能也有些其他的一些企图 或者是目的 这个不一定是坏事 但是一定要小心 这里面可能藏着一些陷阱 或者是藏着一些坑 比方说前一阵子大概是两周以前 就是我们看到好像是有消息说 如果现在你是医生 那么你申请美国的签证会比较容易 如果说你现在手里面有什么医疗物资 你往美国出口 美国是表示欢迎等等 这方面的信息 我没有去考证去验证这个东西 但是我只能说凭自己的一些常识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 如果一个人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如果他正好想移民 想从中国或者想从瑞典 我移民到美国去 那可能还挺兴奋的 但是别忘了这里面 他真是有陷阱的 我这就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昨天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可以看到美国的夫妻 他说由于现在美国的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 导致在有一些族裔里边 新冠疫情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要注意他里面这个关键词 说美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其实过去我也看过有些人问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医疗为什么那么贵 我们知道有一些穷人 如果在美国说我这出车祸了 被人撞了 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然后这时候还得跟边上的人喊 千万别叫救护车 千万别叫救护车 为什么 我没有医疗保险 来了救护车之后 之后我交不起账单 我宁可在地上趴着 然后我之后缓一缓起来 你别救我 为什么身为世界一级的超级大国 美国他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或者说他医疗的成本这么高 之前我们也看过 在网上搜过这个问题 然后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这个答案 我觉得不是很让人满意 今天我在这之后的时间里面 也去聊一聊我的想法 简单的来说 为什么美国的医疗成本这么高 我看有的人说 说是因为上医学院贵 上医学院的时间非常长 所以医生的成本高 我最终体现在价格上高 这是合理的 其实这种想法就完全错了 这个是没有经济学思维的人 才会这样去讲的 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说法 你不能说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成本高 所以我价格高 其实是错的 可以说最终决定一个产品 或者服务价格的东西 你可以说是它的价值 但这个价值 别忘了是主观价值 是谁的主观 是需求方面的主观 也就是说价格最终还是由供给跟需求 两方共同决定的 你说我这个成本特别高 但没有人需要 你这东西就卖不出钱 跟你成本有多高 没有关系 返回说医疗这一块 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有说需求远大于供给的时候 价格才会高 美国的医疗其实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就可以转化成了 为什么美国的医疗供给 在有一些地方 尤其是在一些最需要医疗 最需要医疗供给的地方 往往医疗供给也是最不足的地方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 其实这个就把我们直接引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上 就是美国的侵权诉讼 熟悉美国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印象 就说美国美国人的法治意识特别强 跟同学之间稍微有一点小矛盾 跟同事之间稍微有一点小矛盾 在瑞典的话可能就是找工会了 或者说找你公司里面负责调剂关系的人 就解决了 但在美国那一定是打官司 他们觉得打官司那跟吃饭一样 假常便饭非常常见 那你是不是说美国人这个法律意识就特别强 那可以这么说 但这个不是原因这是一个结果 那为什么说美国人法律意识强 它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呢 那这个我们还得理清一下 这个背后的原因 比如说一个人想打官司 如果我是身在瑞典 我想告你咱们两个打官司 那我得怎么办 那我得首先得找个律师去咨询 那瑞典这个律师费也是不便宜的 那基本上一个小时那是几千克朗 谈一个小时资讯一圈 基本上自己这边还没有决定去打不打官司 这边好几千克朗就已经花出去了 如果你之后还想去上诉 还想去继续打官司 你开销可是非常大的 什么时候你有可能哪会收益 就是你官司打赢了 你才能把这个钱再收回来 只是说有可能打赢的情况下 你才能把这个钱收回来 那么很多人可能就想说那我打官司 既然消耗这么多成本 拖我这么长的时间 最后还不一定能赢 那我想一想算了吧 这官司咱就不打了 忍一忍就过去了 尤其是对小事 对于不是什么特别值得的收益 不是很大的这个事情 你经过核算之后 这个官司咱就不打了 但是在美国的话不一样 美国的律师他不是说先上来 跟你按小时来收费的 当然他也有按小时收费的 但是美国的律师最关键的是看你说 如果我帮你打完这个官司 如果最后赢了 你可以得到一大笔赔偿 那这笔赔偿我是可以分成的 其实美国律师主要是靠这个 来激励他们工作的 甚至有一些美国的律师 他为了帮助你 他为了鼓励你去打官司 他不要钱 他开始不要钱 他就是最后去拿这个佣金 拿这个分成 他甚至去怂恿你说 这事情我带你去打官司 如果是如果你打赢的话 最后能得到多少收益 我们看到美国侵权案的 包括精神损失 包括各种损失 这个数额是非常大的 最后其实对于律师跟原告来说 这个收益可以是非常大的 对于原告 如果是你是原告的话 这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四两拨千斤 一本万类的这种生意 何乐而不为 能告就告一下 有早没早打一干试试 就这种心态了 整个事件里面 其实还不只是原告跟律师 这么简单 当地的法院或者是检查机关 可以有权利去对已经收了的被告 给他去罚款 这个罚款对于地方财政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奖励机制 所以说在整套系统里面 在整套系统里面 不管是原告也好 就是受害人 包括律师也好 包括当地的司法部门也好 包括地方财政 其实都是非常愿意看到 有更多的侵权案的官司 就是这套系统 其实助长了人们打官司的积极性 可以说美国的司法 是大幅的降低了打官司的成本 让触发机制 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特别的敏感 比方说我们知道 在欧洲的中世纪的时候 黑暗的中世纪 当时还有火刑 还有什么 就是给被告人 有这种审判机制 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罪 把你的手就拿一个烙铁 拿烙铁 如果你觉得不烫 你就是清白的 如果你觉得烫 你烫得刺压烈嘴受不了 就说明你有罪 我们今天人觉得这不有病吗 谁摸烙铁 他能不烫 其实不是这样 当时中世纪的宗教法庭 其实他也有他聪明的地方 就好比说 他其实大概有一个预判 他通过自己的取证 通过自己的判断 大概知道 这个人应该是没有罪的 如果让他去摸烙铁 他哇哇的疼得受不了 这怎么能行 但这个时候宗教法庭 其实这些神职员 其实也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判断你是没有罪的 但你是不是真的没有罪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说了你没罪 但是人家被害人 人家原告方 或者说民众不同意 那怎么办 所以要组织这么一个火星 就是说通过试炼你的胆量 说如果说你认为你是清白的 那神会保佑你 那你就有这个胆量了 那你有这个胆量 如果你去敢摸的话 就说明你突破了心理的一道防线 我愿意付出这个成本 我也要证明我是清白的 那会增加神职人员 对你的信任程度 同时神职人员还会在烙铁上 其实他会做了很多手脚 看着是通红的或者什么的 其实他并不是让老百姓都在边上围观 说看你这个手是不是疼得受不了 而是说当时每次看这个神判的时候 老百姓都是站得很远很远的 恨不得都有几十米上百米 其实到底里面怎么摸的 只有神职人员自己知道 那讲了这么多 我想说明的是什么 就是打官司 其实本应该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事情 因为它涉及着消耗大量的社会成本 消耗的大量的社会资源 去判一个官司 有的时候真相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其实最早的时候 在美国的司法也是这样 其实法官也是能看出来说 你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 比方说有这样一个例子 当时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拿着一个铁丝 这个大概是二战以前的事情了 就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个案子 就是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铁丝 在桥上走 走走走 把铁丝就甩到了油轨电车上面电线上 结果这个小孩当时触电了 受伤了 受伤之后 这个小孩就把油轨电车公交部门告上法庭 说你这个电线加的不是位置 你看影响我甩铁丝了 让我受这么大的伤 当时法院是怎么判的 说你虽然未成年 但你也知道电线上有电 电线它是危险的 你自己不顾自己的生命 然后你非要去摸电门 这个错肯定是在你自己 人家公交公司没有问题 当时是这么判的 看起来还是比较公正的 我们华人应该是都是能理解这个事情 再往后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开始变味了 侵权案就开始变了味了 有这样一个案例 一个小年轻的 一个年轻人他有个女朋友约会 他把女朋友约到自己家里面来 当时他在家里面点了好多根蜡烛 当时他觉得蜡烛挺浪漫 但是还不够浪漫 怎么办 当时他买了一瓶香水 把香水就往屋子里去喷 他喷着喷着 他就说这个香水往蜡烛上喷怎么样 这喷完之后一挥发 这味不是更香了 但他没想到 这香水里面主要成分是酒精 所以当时他把香水往蜡烛上一喷 自己就烧伤了 他受伤之后 他就把香水厂家告上了法庭 说你在香水上没有告诉我 这东西不能往火里面喷 如果按照几十年前的这种判法 你作为成年人 或者说你有自我意志的一个大人 你都约会了 是大人 你应该能对这个行为有一个判断 你要是危险的话 你应该自己提防一下 你自己去做这种玩命的事情 做危险的事情 人家香水厂商能有什么责任 如果是几十年前的判例的话 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当时年轻人的确是胜诉了 而且获得了一大笔赔偿 这个香水的案例让我们看起来 的确是有点荒谬 其实荒谬的事情还真不止这点 这是非常多的案例 我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开车 他不好好开车 他为什么 他开车之前酒驾了 他喝酒了 他喝了非常多的酒 非常非常多的酒 最后他在开车 还不控制速度 结果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 撞到了一棵树上 车撞了树之后 这个酒驾的人他就死了 在美国 这人就死了 后来他的家属 把当地政府 把当地的市政部门告上了法庭 什么理由 他家属认为 你这棵树种的位置不对 他不会考虑说成年人 我自己家里面的人去酒驾 然后撞树了 这应该是他成年人 应该为自己负责 他不去考虑这些问题 他就是就像我前面讲的 因为他诉讼成本非常低 有早没早 他试着再去打一个案子 他就把这个市政部门就给告了 说你这树种的这个位置不对 是你的错 最后 结果他们还真告赢了 得了一大笔赔偿金 这个我们看了就是类似的荒谬的 这个案例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每年 每年在美国的侵权诉讼 有几千万起 这就意味着很多人其实没事 他就要去打个官司 万一中了 这可能这几年 甚至说后半辈子都不用工作了 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好了 但是对于另外一方 也就是提供产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这一方来说 这可是苦不堪言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 凡是在美国卖的东西 比如说电器什么的 他说明书恨不得这么厚 他就是要反复的告诉你 千万不要做那些最蠢的事情 比如说不要用手去摸电门 如果说他提醒不到位的话 他不做充分的免责 甚至对于大公司来说 他不聘请专业的 非常昂贵的律师费的话 他这个产品 他这个公司 他产品是卖不出去的 他公司是运营不了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比方说在学校里面 看起来稍微有一些危险的 这些学校里面 应该有的这些娱乐设施 包括什么什么单杠 鞦韆 这些都得撤掉 游泳池 撤掉 比方说公共的市区里面的 这些健身的这些东西 不能有 一旦说什么人在上面坏了 摔了或者是怎么样的 一旦赔一笔 足够厂商倾家荡产了 说回到医疗领域 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美国如果是你想开诊所 或者说你想行医的话 你是需要买非常昂贵的保险的 你这个保险 其实一定程度上 就是为了防止 比如说有一些患者 去告你去侵权 以侵权的名义去告你 在中国患者不懂事的 可能是带着家属去打医生 动菜刀 在美国的话 人家就是动法律 其实这个结果都是对医生 包括对医院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伤害的 所以就是在越贫穷的地方 有的时候往往也是越需要医疗的地方 越没有医院 人家都不敢到那去开医院 所以千万不要看 比如说某一些帖子 说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医生的话 到美国去行医 那非常的容易 签证非常的好拿 你再一看 收入多少多少什么的 但别忘了 其实这个背后可能是有坑的 稍微行事不慎 包括说卖一些产品到美国去 尤其是对一些跨国公司来说 有海外业务的公司来说 如果是你不慎把一些 他们认为不合适的东西 卖到了国外去 卖到了美国去 之后美国联合律师协会 联合各个律师所 对你发起一个侵权诉讼 最后有可能会让你赔的倾家荡产 关于在新冠疫情特殊时期 关于物资的话题 关于想做生意的人的一些 生意方面的一些看法 包括一些所谓的看起来的机会 比如说在美国去行医 包括出口一些东西到国外 等等这些话题 那我现在今天先聊到这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就是点击订阅的按钮 如果再点击小铃铛就更好了 有什么消息的话都可以看到 包括订阅我们的B站 如果是国内的朋友的话 就可以订阅我们B站的频道 还有我们微信公众号 北欧学人沙龙 祝愿大家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平平安安的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